許你歡喜感的每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所以观音菩萨希望净空一切 但却没办法 所以唯有不退转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各项的功德 好吧 各位早上收包完再接 自己念佛 诵经 所以虽然我们在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 叫寂静处 但是我们寂静处不是享受这个安静快乐 就像我早上出来我再讲 我这一二十年住最久的房子就是我这一次住的那一间 我要拍个照纪念 所以但是正在世间法会想说 哎呀 永远住在那边 多好 我很羡慕旁边那个在闭关的那位安妮 虽然没有看过她 昨天给她做员工 寻寻寻 看她会不会跑出来 所以她说 就是对他们这样能够寂静的修行当地羡慕 但是话要讲回来 你不能忘了 母亲众生正在受苦 所以佛法最大的利益是帮助对方 哪怕一点点帮助 他有十分痛 至少变成八分痛也好 少两分 所以你也讲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为众生得利苦 那时时刻刻要如此 所以一只脚本来就可以踏过去 可以脱离火海 但是又想到后面的这么多众生 只好要走回火海里面 走回沙漠里面 那这个就是菩萨的空性 菩萨的空性 你会不用震入涅槃 所以你只要一直在轮回里面度众生 就把这个我给消除掉了 我想就像一个人融入大社会工作 你本来有你自己的想法 个性 然后等你融入这个大社会工作 什么叫工作 结婚 生小孩 照顾事业 那你就忘了自己年轻的理想了 所以因为你已经忙得不可开脚 所以当然我们所谓忙得不可开脚都是为了利益对方 所以修行是一个佛跟魔在打仗 魔就是你的自私 我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利益 金钱 这个就是魔 什么叫佛 我要舍弃自己的这些享受 我一切奉献给众生 所以这十块钱我可以拿给我儿子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我要先给别人吧 可能你儿子以后再来想办法 那你就要一直这样 所以不能放异 敌人永远在你后面 那些魔永远在你后面 在诱惑你 所以柔软地诱惑你 正面地打击你 但是你要修到 如如不动 这个叫空性 为什么 空性不是没有魔 是没有一个我 我感觉到没有一个我在被你伤害的 你把我砍掉 那也没有我 所以就像佛陀以前 累世 听说森林里面有个魔王 那这位菩萨青年 看到这么多人进到山里面 被杀掉了 他一定要想办法 哪怕他去的死了 他都甘愿 因为至少他尽力了 所以他就跑到森林里面 拿了很多的武器要去伤害 把那个魔除掉 但是那个魔实在没办法 所以菩萨青年 右手拿个刀子要刺他 那个魔就把他吸下来 他身上有 那他左手不能动 然后右手又上去 也被他吸住 左脚 右脚 通通被他吸住 身体 身下头要去敲他 也被他吸住 那个魔说 看你有什么办法 那你全部都被我控制住 等一下我就把你吃掉 然后呢 菩萨青年说 至少我还有一颗心 我哪一天我一定会把你消灭了 哇 那个魔就放下他 哇 你太厉害了 所以不但就是那个魔 好吧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我输你了 所以就退掉 不但这样成为他的护法 所以我想 降魔成道 这个魔就是我们的心魔 所以你只要精进不退转 就想把海水全部掏起来 我可以找到那个宝 总有一天 那这种力量是世间的魔 没办法相符的 所以我想 我们讲的空性不退转 就是一个永恒 一个永恒 但是在这里面 千万不要打书仗 所以所谓烦恼魔 天子魔 死魔 五蕴魔 这些随时都来找你 就算你 你现在拥有世间的所有财产 那问题是 你身体开始生病了 老 病 死 这个你能够降服吗 这个叫生死魔 所以如果你连这个都炒鱼 我死都不怕 那魔就拿你没办法 所以你怎么样诱惑我 我都不会贪生吃 那烦恼魔就拿你没办法 所以你无所得的 也要去冲 那天子魔就拿你没办法 所以佛陀累是做了最大的牺牲 天地都会下来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 你要得到我们天人 天地的位置吗 佛陀主不是 我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想就我个人来讲 每次有障碍来了 痛苦来了 我都认为说你要主动 那是一个最好修行的机会来 哪怕整个世界都侮辱你 所以哪怕死魔要来找你 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超越 因为死是另外一个神的开始 那你要把这些都全然放下 如果你有一个我 那就没办法 我的身体 我的想法 我的地位 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始修行这个空性跟利他的菩提心 那各位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把自己强迫自己 比如说今天有一碗你最喜欢吃的 一碗你讨厌吃的 那你要把你端了这两碗的时候 你要把你最喜欢的给对方 这个就是修行 那因为你不能说 这一碗我喜欢留下来 这一碗不喜欢给你 那你又输掉了 你被你的欲望磨 自私磨又障碍住了 所以做生意也好 你没办法做生意 为什么不忍心赚对方的钱 碰到一个很有钱的 可能你会说他没关系 我赚一点 谢谢你 碰到一个已经很可怜的 你怎么赚他钱 所以传统的说法 没办法做医生 因为做医生 人家在生病里怎么赚钱 所以站在菩萨界 你不能去做殡葬业 去买卖这些武器 因为你可以赚到钱 没错 但是你把这些卖给对方 你不是伤害